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许多的书籍 长辈 还有包括了宗教 他告诉我们要维持心中的正能量 正向思考 要积极地去面对人生所有的问题 但是哲学家不会这么认为 实际上他们在思考人的生活的时候 他会发现我们生活里面真正充满冲突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位非常特别的艺术家 他是来自于瑞士的杰克梅蒂 杰克梅蒂生长在19世纪 他成长于第一次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 在两次大战之后 欧洲弥漫着存在主义的思考 存在主义思考的是 人生活在一个无意义的世界里面 寻找意义本身就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 但是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要怎么样来述说 他对世界 对生命的感受呢 于是他透过雕塑 这是他所塑造的狗 你可以看到当我们被世界侵蚀剥夺之后 只剩下行单已知 然后非常瘦弱脆弱不堪一己的自己 实际上你看到1960年代 杰克梅蒂所塑造的行走的人 他的核心讲述的 就是我们生活在现代的世界里面 以为满满的正向思考 就可以来有能量来面对社会 实际上最后也只剩下脆弱了自己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谈的这本书 实际上非常的有趣 那在2015年开始 从脸书的这个分享 一下子爆红 在爆红的过程之中呢 才发现人生不如意 时长八九 但是呢 我会透过这样子 我们至少还有一跟二来安慰自己 我们跳脱了传统 以这种正向思考的语录 来鼓励大家 负能量变成了这三年来 非常特别的一种文案主流 到底什么是负能量 我们为什么又需要负能量 而作者林玉森老师 到底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VCR 如果你觉得自己一天累得跟狗一样 你真是误会大的 狗都没这么累 2015年 这则语录在网络上爆红 不断被人分享 而贴出这则语录的 每天来点负能量粉丝团人数 在短短一周内 从二三十人暴增到十万人 而且每周人数不断攀升 至今已超过七十五万人 以前大人常跟我说 长大后才能谈恋爱 说得好像长大 就会有人爱我了 每天来点负能量粉丝页 以逆向思考又不是幽默的方式 说出大家在生活上经常遇到的情况 内容从学生上课 上班族工作心情到对爱情的体悟等 简单的话语总能讲进大家的心坎里 让人看了会心一笑 甚至心有起起烟 不敢跟别人说自己有认真念书 是因为不想用尽全力来证明 自己脑袋不好 眼看也快毕业了 没什么东西好送老师 只要把他教的东西还他了 尽管这些犀利细虐的话语 可能会搓中你的痛处 但许多人在看完后却发现 满满负能量的自己被疗愈 被点醒了 人生很多事 终究是会随时间好起来的 像很多人原本只是胖 久了变好胖 这些每天更新 让人看了忍不住笑出来的负能量语录 都是出自林玉胜之手 他觉得充满正能量的励志故事 不再疗愈这一代苦闷的年轻人 他们需要的是能够宣泄压力 抒发负能量的同理心 每个人的人生都不轻松 我们都辛苦地过着 或许他们只是需要一个理解 有人理解他们过得很不容易 过得很辛苦 林玉胜认为真正的疗愈是面对现实 沮丧难过时光喊加油是没有用的 而是要勇敢面对自己看清真相 如果摆错地方 钻石也会被当成石头 但石头不管摆哪 都还是石头 2016年林玉胜集结粉丝页上的语录 出版了《每天来点负能量》一书 针对梦想 成功 爱自己 去旅行吧等主题 以逆向思考方式提出观点 期待读者们能够更诚实地认清自己 务实地走自己的人生路 踏实追寻梦想 这不是一本励志书 就是真实人生而已 愿你开启此书 得到满满的负能量 让你的人生负负得正 诚实地面对人生 不再活在只有假象的世界 负能量不是什么大道理 就只是你我真实面对的 每一刻人生 那我们来欢迎 《每天来点负能量》 做者李玉胜 漂亮 今天见到本人 有没有感觉很奇特呢 我们一直以为 负能量就是那只猫血 但是今天看到玉胜的时候 发现说 因为他跟我们想的 可能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都认为 他可能是有点Hip Hop 对 但实际上 他对人生是非常非常严肃 叫我们真实地面对人生 但是在开始之前 我为玉胜来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来录影的朋友 首先看到的是 此大附中的 易嘉跟欣悦 欢迎你 然后接下来看到的是 高雄的 凤兴高中的 雨豪跟易隆 哲兴哥好 雨生哥好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台南此中的 千华跟博翰 然后最后面呢 我们看到的是 大学生代表 台大的嘉荣 还有辅大的廷真 好 好 我可以看到 现在呢 无论是厌世的题材 或者是负能量的题材 在当今的台湾社会 实际上相当相当受欢迎 没错 可是呢 我们要先在开头 要先请玉胜来共门 来讲清楚几件事情 因为很重要 把负能量跟负向的思考 跟负面的情绪 做一个连结 你自己怎么看呢 我觉得在过去 看太多真能量 才会心情不好吧 对 所以我觉得负能量 它不算是一个负面思考 或者是一个会看得心情不好 反而很多人看了我的负能量 心情反而变好了 是 更开心了 因为看了很多正能量 反而发现到 它跟现实生活不符合 脱节 对 那看负能量才发现 这就是真实人生 这样就觉得 我看到这样的人生 那我就更认同现在 也能够认清现实 过得更好一点 是 所以因为有许多的书写 你们就提到说 其实 是充满恶意的 对 没错 但是不能让 可以让我们得到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力量呢 我会先告诉你 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那你遇到就可以影响自己 反正我就告诉你 结局的概念 反正正能量所说的 你一辈子都不会遇到 所以负能量算是 人生的剧透就对了 对 我就是来告诉你说 你以后一定会遇到 有人因为这样的恶意 攻击你 或者是没有道理 那你先知道了 你就不会那么难过了 是 好 那既然如此呢 来 同学们先把圈插牌准备好 我们来看一下 每天来点负能量 那你觉得 你觉得真的 人生除了正能量之外 负能量也需要吗 如果认为需要的就举圈 不需要的话就举差 太多圈了 太多圈了 对 你来一点几位 听听他们的意见 好 我先 我比较好奇大学生 大学生 大学生要面对的东西 其实很多 像是我们还需要要面对 是打工或是实习的问题 所以其实人生没有 以前只有读书的时候 看起来这么美好 那有适当的负能量 能够让我们拥有一些新的思维 我们可能会发现说 其实我们人生看起来 并不是这么样的完美 所以我们需要一些负能量 来刺激我们 当我们面带到困难 然后就会觉得有些沮丧 对 然后这样看到这些正能量 其实对我们来说 是比较没有帮助的 但如果看到负能量的话 搞不好会让自己觉得 有一些得到一些解脱 对 然后就像作者所说的 负负得正的道理 我觉得每天看到正能量 其实自己也觉得 为什么他们做得那么好 而我不是 这样变得说 我会越来越的难过 所以我觉得看到负能量之后 我会觉得 原来其实也有人跟我一样 对 就是到谷底的时候 就是其实事情就是这样 还能怎么办 只能去面对而已 是 不过这个负能量也好 或者是这些我们所谓的反话 黑色幽默 到底它是现在的吗 当然不是 我们来看一下 不懂得绝望的人 就不会有希望 人生就是学校 不幸是最好的老师 希望是一场清醒的梦 别人请你批评 但是他们需要的是赞美 对不对 这里面有这么多的语录 你们认为这些话是 正能量的就举圈 然后是负能量的话就举差 有三个是叉叉的 对 我喜欢的是 人生就是学校 不幸是最好的教师 因为我觉得是 所谓就跟经历有关吧 就是从经历中学习 对 就想说你不幸 可能你遇到什么挫折 从失败中学习 你更能看清这个现实 我认为是负能量 负能量的是 别人请你批评 他们却只要赞美 因为常常同学问我 我这幅画画的怎样 然后呢 这时候心里就会挣扎说 到底要说好 还是要说实话 还是说谎话 但他们其实想知道的 却只是赞美 你说批评 他们可能会不理你 而不甩你 所以我认为 完完全全的把我们人生的 心里的想要的话 去把它说出来 而不是说谎话 是 那么这些句子是怎么来的呢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画都是 例如说第一个是 你看有海德格 有亚里斯多德 然后有毛母 还有赛内卡 其实这些都是 哲学家说的话 其实哲学家他们的工作 是带我们去 实际上也是预设 你在写负能量里面 一个最大的想法吧 对啊 没错 因为我觉得在人生过程中 会需要 因为正负之间 他会需要是一个平常的部分 如果大家成长过程中 都是给孩子很多梦想 希望 美好的粉色泡泡 可是出社会后 我们总不能保护他一辈子 所以他就会因此而受伤 那如果他跟他原本的价值观 是不符合的 那反而他心中的思路是更高的 那不如我们一开始告诉他 真实人生是这样子 让他在这样真实人生中 去成长 去茁壮 那以后他就过得更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看完这本书之后 那你们得到 你们内心得到的是 鼓舞安慰的 就举圈 如果你们看完人生 看完之后 觉得人生更举善的话 就举叉 对不起 对不起两位高手的朋友 对不起 有个绝望 是是是 来 你看你想听谁的意见 好 我先看 把雨豪的好了 雨豪好了 你看完你对人生充满了 就是我觉得这本书就是讲了太多 就是真实面 对 然后就是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本身就是高三生 对 高三生蛮绝望的 对 然后 然后我们就是要面对考试嘛 对 然后我们总希望自己能够带给自己一点正能量 然后鼓舞自己 振奋自己 对 那可是我就看完这本书之后 就一开始就觉得 就心情会有点当 对 就是平常在那么高压的社会中 常认为自己是后面的 常常是落后的 但是看了这以后才发现 原来很多人跟自己站在同一个阵线 所以呢 可以给我自己一些安慰 不要再往那么好的人看起 是 我觉得就是平常人家都会 当你难过的时候 或者你沮丧的时候 人家都会跟你又说 你看人家做得怎么样 你也可以像他一样啊 他怎么走出来的 你就怎么走出来啊 可是我会觉得说那是别人啊 而且看完这本书我也觉得 其实没有想象现实中 没有想象中那么美满 所以我觉得 我在里面得到的是 我觉得看清自己 认情其实是比较重要 是 我们看一下 就是最早以前一开始 你为什么会想要开这一个脸书的粉丝专业呢 最早其实它也算是一个趣味性的 因为那时候就是看脸书 脸书很多粉丝团 早期都有很多那种正能量语录啊 是 经典语录那种东西 对 例如说说好话 对对对对啊 然后那时候在就是二零五年那时候 看到有一个也是这样的语录 他就写说 我们每天都要散发点正能量哦 开听之类的 然后就写一对话 我看到就想什么东西 那些心情可能比较不好 就想提示他一下 所以我就开了一个每天大的负能量 然后就开始写这个 是 那当然就是大家都看了负能量之后呢 我有请他们选出来 他们最有感觉或最喜欢的负能量 所以我们一起让玉胜哥哥来看一下好不好 来一起翻牌 一 二 三 不管自己不足于别人的地方还是什么 老师是怎么去认清自己 认命自己 哦 了解 从实验开始 我觉得感情是一个蛮现实的东西啊 真心不值钱 因为其他也有真心 家宾刷 对 来一起翻牌 一 二 三 哦 对 有时候我们讨厌的不是十分 是说出事实的人是真的 就是有时候别人会想要听到你的正美 不管是对哪些事情 就是如果他询问你的意见 通常是会想要听到赞美的话 嗯 但是要是你说出一些否定他的话的话 嗯 然后他又回过来批评你 就我从小是一个比较钻牛角尖的人 哦 我就还有选择困难 所以因为这样我朋友常常跟我说 啊你不要那么喜欢钻牛角尖 很多事情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难 嗯 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就觉得让我知道 其实有时候随便的态度也是可以有一番风景 我想在大部分在校园中的学生 应该都会有经历过这种暗恋 感情啊 对感情的问题 对对对对 那现在电视剧跟那些小说跟我们讲的就是 男主角总是要吃吃的等默默的等 现在还有这种小说吗 对吧 是不是 男主角是暗恋 可是他就是吃吃的等 然后默默的复苏 然后到头来一定就是女教研究回头 没有没有 现在的韩剧都不演这样子 吃吃的等都会被别人追走的 晓得晓得看啊 就是可能就是暗恋就是内心出去美化自己 对他施行这个行为 虽然现在知道的话 以后感觉更顺利的 是 感觉他也受伤这样 好 其实我们从小到大都鼓励年轻的朋友 要看到自己的独特的地方 然后要完成成就自己的不平反 不是吗 对不对 那我们世界也是因为这样子 因为我们认为我们会做一些不平反的事情 所以我们才能改变世界 对 但是这也是为什么负能量出来的时候 你也会碰到很多的有意见的人 没错 对不对 那在过程里面其实 务实做自己 然后 要认命 你这样 你觉得说这样年轻人会不会就是 他直接就 就熄火了呢 好 会熄火的本来就 不会 就不会等火 对 因为我觉得在 你说务实这件事情 它反而是 现在人所欠缺的 因为每一个人在 现在我说在社会上生存 本身就很不容易了 所以你根本不用说要去努力什么 因为光是不努力 就会活不下去了 这件事情 所以在这世界上去强调成为勇者 或者成为 在我书中里面写到就是说 我们去看那些勇者 如果每个人都去当勇者的话 那实在当村民 那我觉得在人生的过程中 不是每一个人都要成为 舞台上那一个人 还是需要有观众 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 舞台上的那个 可能就十五秒钟 十五秒的成名的机会 但是我们什么时候 能够认分自己是个村民的角色 这反而是我们现在 比较少人就强调的 因为踏上舞台一定是有机会的 可是我们能不能在 没有踏上舞台的时候 你安分做自己 如果只是不安分 一直躁动的说 我一定要成功 一直要努力的话 那实际上你的生活的 最基本的那种动法做到了 这我就觉得是像这样 失控的一个正向思考的概念 是 那心愿你自己觉得呢 有想过就是说 要认清要认命这件事情 对不对 在还没看书之前 会觉得 我想我有个目标 我想说我可以做到 可是后来发现 看完这本书发现 那个目标好像离我有点远 越来越远 对 然后我就觉得 老师是不是 你也有说 你自己写这本书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认清自己 就是充分的认命说 自己的不管哪个地方 就是不管外表 还是内心 你这样批评什么 我了解 就是不管自己的 不足于别人的地方 还是什么 就是 就是老师是怎么去认清自己 认命自己的 了解 我觉得感情是一个 蛮现实的东西 就是像刚刚说的 我们有时候喜欢一个人很久 他不一定会喜欢你 因为别人 像我书里面 比较讲的话就是 真心不值钱 因为其他人也有真心 而且他比你帅 他比你帅 他比你有钱 所以真心一点 又不值钱这件事情 每个人都有真心 所以我们不强调那种 就是大家都很廉价 可以付出的东西 一个男生 一个女生说很爱你 结果他只是说爱你 他没有付出任何行动 那就是不爱你 他连为你改变 或为你付出一点东西 的能力都没有 就好像 我以前写过一个妇男生 就说很多人 很多人说 我愿意为改变一切 就是你家愿意为我改变 为什么不为我赚钱呢 对 像这种的我就觉得是 在感情中 你会很看清到 人生的现实 以后的人生过程中 像求职 或是像是在工作上 也是一样的意思 我觉得这些 每一个错者之中 都可以让你认清现实 只是有些人会学会 有些人执迷不悟 就是 我找不到工作 你是那老板不好 他不爱我是那个人不好 就是这个差别而已 对 所以每个错者 你都可以从中去学习 只是我们看有没有 知道该学习 还是继续 存在自己的粉泡泡之中而已 是 因为实际上 是我们现在大学毕业 我们拥有的 其实可能不是工作能力 没错 可能只是做第一份工作的能力 但是大学毕业以后 从高中到大学 你真正需要拥有的是 终身学习的能力 是 我记得就是 上次李嘉童教授来的时候 他们就聊说 他们以前念物理 念电机科技的东西 他四年大学 念完出来之后 科技完全不一样 真的 他完全没有能力去面对 那个当时的社会 所以 但是他为什么 他还是可以继续研发 还是可以继续来做 做不同的这种产品 原因是因为他具有学习的能力 所以我现在要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认为 就是 因为你们想象 很多人跟 就是你们在比较过去跟现在 你认为以前的世界比较容易成功 还是现在的世界比较容易成功 你认为以前的世界比较容易成功的 就举叉 现在比较容易成功 就举圈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一二三 现在不就 以前不就 那个是圈还是叉 都是一半一半 都是一半的 大家都是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的原因是 其实我觉得 两边要成功的机会 是差不多的 因为以前的困难 到现在可能不适用 那现在的机会 以前可能没有那种机会 所以我觉得说 每个时代都有 每个时代要面对的挑战 就是我认为 以前的兴趣 可能没办法当饭吃 因为以前的观念比较保守 所以呢我们 的机会可能就比较少 但现在开放了很多管道 所以呢自己的兴趣 也许就可能成为 你以后赚钱的工具 我觉得现在成功机会 比较多 就是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现代人几乎 都有大学可以念 所以念大学就会成功喔 不是 至少 你学姐咬头多用力啊 至少你有 第一个 你已经对自己的能力 可能有点确认了 就是我有大学可以念 哦 对啊 第二个原因是 因为 现在的人 我觉得想法 就是比较 也比较自由 所以会做出的 一些 事情 跟想法 都会比较添满 就是会有跳出框架 所以 变成他们 这个机会比较多元 所以也会比较容易成功 是 你们学姐跟学妹 应该好好地了解一下 念大学吗 的确就是 你念大学 你如果跟不同年代的人比 你的能力当然是 比他们好 可是 在这个时代中 你的念大学能力是大家都一样的 所以这就是基准点不同 刚刚前面有人提到 这是无法比较的 因为你们的起始点是不一样的 那念 当然我们获得的资源是比 几十年前更多的 我们的自由度也是比几十年前更多的 那就像前面 哲青哥有提到说 自学的能力其实很重要 当你没有自学的能力的时候 那些资源放在那边 你还是用不到 即便那些 我们拥有更多的东西 是 实际上你们现在生活的世界 有点像那个饥饿游戏 你知道吧 至少你们会要有一项 一项技能 射箭也好 或是狙擊也好 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他后面中间不是放一大堆武器 在中间 如果你要什么资源回中间去拿 问题是 有的人拿得到 有的人就是拿不到 所以重点是在于 我们能不能拿到资源 还有 要怎么使用 所以这个是 其实是你们可以让你们去思考一下 不过呢 在这个每天来的不能量 里面有一句话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只拥有平庸的条件 却不认为自己是平庸的人 这是最可悲的 大家都只是 都当他是平凡人 唯有他自己认为自己不平凡 活在生活的假象中 处处对生活不满 那你认为 事业上有没有怀才不遇这件事情 这很重要 很重要 我觉得很重要 讲出来就会被骂 因为讲这个都会被骂 我觉得要推开这个 好 我觉得 如果 我上次有看那个主事情 他说 人生没有那么多灰色地带 所以我一定要选择 所以要选择这件事情的话 我就会说 没有 因为 因为市场会打脸 市场会把认为自己 怀才不遇的人很狠地打脸 然后他就会觉得 我就是怀才不遇 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认为 他有才这件事情 而我认为怀才不遇 是当下的状态 我现在怀才不遇 我不是代表未来怀才不遇 因为代表你的 最简单是冰山 冰山要被看到的时候 他底下已经累积了很多 每个人也是一样 像我们现在 如果 为什么会看到那么多 刚刚讲成功的时候 就想讲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认为什么是成功 像YouTuber 有百万订阅是成功吗 那他这百万订阅YouTuber 倒了之后 他还算成功吗 这种成功的定义 就是我们这时代 要最去避免的 被很多人看到 赚很多钱 找到有人爱护 这都是成功吗 这不一定 以这时代 这么多舞台的情况下 如果你的东西 还没办法看清的话 不好意思 那个可能就是自己的问题 我认为是这样子 因为像刚刚讲的 现在已经这么 相对来说 已经比较自由的情况下了 那你怎么还会去找到 还会觉得自己有才 没有被看见呢 那你开一个YouTube 你开个粉丝团 如果你很会跳舞的话 你觉得开一个YouTube 看有谁要敢跳舞 用抖音也可以 用抖音也可以 对不对 那结果如果你今天 觉得自己很会唱歌 开了一个YouTube频道 每天只有两个点 只有两个观看 一个是你 一个是你妈 那这样 那这样你是没有 你不会唱歌的对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概念而已 当然还是有很多人 他认为自己 有一定的才华 没被看见 那实际上就代表着 拥有同样才华的人 都比你厉害 拥有同样才华的人 他们拥有其他特质 比你更厉害 包括他们可能 更会写文案 他们可能更会经营粉丝团 他们可能 外在条件上更好看 他们可能 家里更有资源背景的 你没有去看到那些 你只看到单纯 你手上的才华 比对方厉害的话 那我觉得就是自己 就是自己的 怀才不遇的匕首之尊而已 是 好 我要问一下婷真 你自己觉得自己条件好不好 我会写的是 就是社会竞争条件 你自己觉得呢 我觉得我条件算是不好的 为什么不好 哪里不好 我觉得我没有特别聪明 就是我如果要 课业上如果要看东西的话 我可能要努力很多次 但是我觉得这是可以弥补的 就是熟能生巧这样 所以其实 虽然我自己很明白 我条件并不是特别好 但其实 我不会表现出来 但是我会自己知道 可是当作勉励自己的一个 一个想法这样 是 我觉得你有这样的想法 就已经条件不错了 对啊 对 但我要问一下 就是因为你自己想要 就是说 因为你现在很快 就要面临出社会 也许你有研究所 但是你可能会出社会 你有没有想到过 你人生也要 你有没有设定 什么样子的成功 有没有 设定成功我觉得 对我来说太远了 但是我现在能做的就是 我能定一个短期目标 譬如说 我希望我未来可以去实习 那我去实习的时候 我可以决定 我要找什么样的公司 就是我可以做的 但是 如果太长远的东西的话 对我来说是 遥不可及的一个东西 所以想中你有想过 我是觉得说 想比较近的东西 是比较切实的 是 蛮成功的 那你呢 你自己认为现在条件好不好 我认为现在的条件 就是跟你童年龄的人竞争的话 算不错 因为至少家长不会像 穷到都没有给你速度 对 或者是没有给你一些资源 现在 家长就是 你需要的 他会给你 但是可能有些你想要的 他可能不会给你 但是没关系 我觉得你需要的 这样就够了 不一定一定要去要求到什么 资源 自己去赚 自己去创造 不一定要靠背景 是 但我们在看到 就是我们今天呢 就针对这个每天来点负能量 实际上呢 是看清自己 也看清事实 那实际上 年轻朋友都认为说 自己的条件 应该都还不错 那为什么 这离成功 越来越远呢 那当然呢 就很多观众在看的时候 他们可能看过 每天来点负能量这本书 但是不了解 每天来点负能量 是一个什么样的粉丝专业 而且更奇妙的是 这本书的续集 它就是告别之作的 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VCR 很常有人说 青春无敌 其实是好看的青春才无敌 很多人不是不努力 而是努力了 也就这点表现 每天来点负能量粉丝页 每每po文 总能勾起无数人共鸣 获得几十万人按赞 很多人好奇 撰写这些语录的林玉胜 是个什么样的人 是喜欢嘲讽 说话很酸的愤青吗 事实上 念电脑通讯工程的林玉胜 当初因为喜欢玩电脑 读了自己没兴趣科系的她 勉强毕业后在企业上班 负责社群行销 也就是现在常见的脸书小编 对社群经营充满兴趣的林玉胜 在决定创业后 选择用经营粉丝团方式 来证明她可以靠文字过日子 她开设了各种粉丝团 撰写自己有兴趣的内容 每天来点负能量粉丝页意外 带房后成了她的代表作 也让她的文案公司受到瞩目 不过令人跌破眼镜的是 2017年10月 她关闭了这个 拥有七十几万人的粉丝团 她说做这个决定 需要比离职更要勇敢些 但她认为 成熟就是知道什么时候 该结束一件事 为自己搭个台阶 在摔下来之前 慢慢地走下来 然后消失在人群的目光之中 过回不被注目的生活 才有可能再次超越 曾经的自己 目前经营文案公司的林玉胜 平日主要为企业客户 撰写文案 并受邀担任讲师 传授文案撰写技巧 也常透过社群网站 和大家分享文案写作方法 忙碌的她 依旧喜欢用手机 记下生活中的点滴体会 最初林玉胜经营 每天来点负能量粉丝业 希望借由雨露 点出人生现实面 提醒大家 不空想 不做梦 踏实过日子 在现实生活中 她也透过告别 负能量粉丝团行动 实践了务实做自己 踏实过生活的一面 以前在负能量写的素材 我有几个素材 就是 后来就变成只有 人生 爱情跟工作人 可是它里面是没人受伤的 没人受伤的情况下 我讲的每一个 人们都是自己 每天来点负能量呢 从零到七十万 在2017年的十月 却正式关闭 它不是意外关闭 正式关闭 而且已经早一年就宣告 就预告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决定 好 其实在2016年底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跟我的编辑 就是那个书的编辑 讨论这件事情 我说 如果把粉丝团听起来更新 我不会影响书的卖的状况 我说 应该可以 应该可以 所以后来就出了 出了第二本书 那时候我看到负能量 第一个负能量的概念 已经在社会上 算是大家都可以理解的 最大差别就是 以前人家讨厌负能量 就说 你不要散发负能量 那种感觉 但现在很多人 会在脸书上 hashtake写说 我好喜欢负能量 光是这个名词的改变 它的意义就达到了 第二个是我认为 每一个人就是 要知道自己 什么时候该结束一切 在粉丝团这个经营来说 两年多来 我觉得它能够写一辈子吗 实际上是很困难的 我常说少年得志大不幸 因为我们人生的余生 都要用尽全力去超越过去的自己 那它算是我一个作品 我不会把它当作 是我人生的目标 它是一个粉丝团 它不是我人生的方向 我自己有自己的公司 我自己有自己的人生目标 如果我今天是二十岁 就这个粉丝团就好多话 或许就这样下去了 对 或许就这样下去了 但并不是 我的人生目标 其实蛮确定的 它是我一个 创作的文字作品出来 那文字作品 就让它留在过去 而不应该 只会影响我人生未来 那我们身为创作者的话 我们应该知道 不应该沉浸在过去的作品的荣光 那写到这样子 再写下去 只会越来越不好笑而已 对 那在它 我觉得这个 大家很注意到它的情况下 我自己选择把它结束 停止更新 让我能够有机会去挑战其他事情 这是我自己该做的 是 所以在这里面 当然大家觉得有点可惜 但实际上 后来想一想 实际上这是人 面对我们真实人生 应该要做的决定 那关于这一点 博焊有问题 我想问玉森老师 我们平常学科有作文 每次想那个 就 50分钟就没了 但是出来的成绩也不怎么样 那想请问老师您 说这些语录 打这些语录 写这些语录的时候 要怎么用什么方法 用诙谐的语言 让我们年轻人知道 这是什么意思 请问是 后天的培养 还是天生的 了解 好 人生所有一切技能 都是后天的 就体能 体能 身体状况奇怪 但是所有的一切技能上 我论的都是后天的 对 后天的 那在我个人来说 我并不是一个 说话反应非常快的人 可是文字 可以让我慢慢思考 可以让我去调整这一切 所以在看负能量语录的时候 会发现到它前几句 是一个平铺直数的叙述过程 后面去做一个反转 那一句反转 就是花一些时间 去调整这些东西 对 那一个语录出来 它背后可能写了 两三个版本 然后就挑这个A 这个比较好笑 然后就转 就转出来了 所以这也算是一个 我觉得累积的一个过程 只要有平常去累积这些东西 或者去锻炼这些东西的话 慢慢就可以走到这个方向 是 那写作也是这样 写作如果你说50分钟写不完 花太少那个50分钟去练习 如果你平常就会花很多个50分钟 你花了30次50次的50分钟 那你考试那次50分钟 你就会写得非常好 是 当然在这个 每天来点负能量里面 就是它短短的一句两句 然后就可以打中人心 看起来非常的简单 实际上它需要时间来磨练 那为了让同学们了解 怎么样来书写负能量 那怎么样来书写文案 其实是行销一个概念 同学们也交上了自己的作品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你们的这个负能量语录 到底是什么样子 可以跟我们分享 来 一个巴掌拍不小是假的 因为打在脸上明明很痛 为什么只打我 像这个的话 就是如果它要变 我们说一篇内容 就一个概念 像这篇内容它有两个概念 一个是拍在脸上很大声 一个是为什么只打我 它是有两个概念在里面的 那我们通常就会删掉一个概念 以这个片来说到 我们就可能删掉最后那一句 对 然后把它变成说 一个巴掌拍不小 然后把它惊论一点 一个巴掌拍不小 那是因为你没打在脸上 这样就结束了 这样就脸结束了 你就不用再去叙述那些东西了 对 就直接 因为大家就一个巴掌要拍这样子 但是你只要打在脸上 一个巴掌就会想了 就变成这个概念 然后把第二句删掉就可以了 对 现在这是文案书行 大家看一下下一个 人生有一分是运气 99分的努力 但是你的一分的努力都不愿意 这是一家的作品 好 如果以这篇来说的话 它缺少了反转 对 尾部的反转是没有 因为它就是一个理所当然的 就是对啊 它就是不努力这样子 所以它没有一个反转 那如果我们用一个 负能量反转的话 我们就会写说 人生是一分的运气 加上99分的努力 再加上900分的长相 或者900分的好吧 这样子 类像这样的它把它 结尾是跟开头是所想不到的 它这样才会变得好笑一点 是 因为它原来设想 原来人生满分是100分 其实不是是1000分 1000分 对 然后剩下900分 可能是外在条件 那大家就就是这样子 是 好 来看看下一句 家长常常叫孩子 要做好自己本分事 难道他们自己就做好吗 好 我后来比较少嫌家长 因为我会被家长骂 所以如果你这个来说的话 我就会说 家长常常叫自己孩子 要做好自己本分的事情 所以他们自己做不好自己本分 那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再近的话 就变成呛人家了 对 那个拿捏就超过去了 是 他们自己没有做好 这样就可以了 对 我们就不追杀了 好 来 来看下一句 所以如果你为了一个人 过情人节的难过 那不过是你平凡的一天 跟其他没有人 你爱日子都一模一样 对 这个是易容写的 感觉就是 好 很有负 它的整个结构是很有负能量的 包括第一 二 三句 那缺点就是在于 那个冗罪的字太多了 对 就是 如果你因为情人节 没人陪而难过 那其实不用太担心 因为其他日子也没人陪 这样就可以了 对 所以语句要经练要短 才会比较 一出来的时候 大家就 好像是在讲我的感觉 就是语句长的话 它是铺沉情感 语句短的话是刺重心 其实它是差别 是 但是你可以看到 就是其实要写这句子 它本身并不难 对 看起来不难 那你认为需要 什么样子的磨练呢 我觉得是 重点是两个部分 一个是 对文字的掌握度 写作就是对文字的掌握度 什么是对文字的掌握度 就好像有些人 对语言的掌握度 像哲晋歌对语言的掌握度 就非常高 就是我想的 跟我说的是一样的 那写作也是一样 我想的跟我写的 是不是一样的 这我们在看到网络上 目前有很多一些 网络的贴文 或者是人家的心情抒发 或者是论坛 就发现到很多人想的 跟他写的是不一样的 然后后面就一直吵架 对 就是叙述上的点不同 所以当你连自己文字 都无法掌握的时候 那其实后面话都不用说了 对 那这就是需要去练习的 然后说话也是需要练习的 是一样的道理的 对 第二个就是 那个我觉得是观点 你的观点是不是有够独特 是不是能够是一个价值观 还是只是人云亦云 还是只是跟别人讲的一样 这我们就说到写文 那它其实就是 就写一句广告台词的话 如果你的广告台词 跟别人广告台词是一样的话 那我们就不用讲差异话了 我们就不用讲品牌独特性了 所以我们这句话一定要是跟别人不一样 那怎么跟别人不一样 就是你要有自己的观点 你要有自己的价值观点 才能写出那样的东西 是 所以要书写 其实也没那么容易 对 那关于书写 千华你有问题 对不对 就是老师您在粉丝专页上面 分享这些语录 然后就是会让人家印象很深刻 或是让人家玩个笑 身边也会有一些人 也喜欢开人家玩笑 然后有时候会变成开过头 就让人家感到不开心 我想要问你是 您是怎么拿捏那个语录的尺度 才能细而不虐 真的 这几句大灾问 在负能量后来会选择 要停止更新 一部分也是有 跟这些有点关系 就是这些玩笑再开下去 有两个点 第一个是越开越不好笑 第二个是越开越过火 因为我会追求就是可能更红 一定会越来越过火 不然就是我走保守 就是越来越不好笑 我觉得每一个创作者 都会变成这样 他要么走极端 要么走平庸 走落幕下去 以前在负能量写的素材 我有几个素材 就是矮丑胖穷瓶 矮丑胖穷瓶 矮跟瓶是关于身体特征的 所以后来这两个就没写了 因为他曾经被他骂过 那就变成丑胖穷 丑胖穷是一个相对观念 那这五个点 后来就变成只有 人生 爱情 跟工作 人生 爱情 跟工作 这会变成这样的点是因为 就是拿捏尺度的关系 以前在粉丝图 比较没那么多人看的时候 我可以尽量的写 所以这些东西尽量写的 可是后来越来越多人看后 这些矮丑胖穷瓶的概念 会被更多元的解读 那就可能产生了 就是写成这样子 怎么办 因为它已经不是一个 小众的东西 它是一个大众的东西 那变成是人生 工作 爱情 就是大众化的东西 所以这个算是一个梗的 一个拿捏跟演变的过程 那在系列这件事情 负能量最大的 跟酸言酸语 最大一个差别在于说 你去看负能量的语录 没有人受伤的 它里面绝对不会 针对某一个人 某一个你想得到的族群 去受伤 老板不算族群 老板算是一个形象 对 不会说有某个职业 某个族群在那边 所以它里面是没人受伤的 没人受伤的情况下 我讲的每一个 人们都是自己对号入座 我讲的丑 我讲的丑 自己对号入座的 我不会说谁谁特别丑 我不会说做某个职业 特别穷这样子 是你去对号入座的 你才会笑 你才会觉得 只在讲我 可是你不会就在攻击你 这个最大的差别 酸言酸语是有对象 我是没有对象的 所以里面讲的每一个 这就是所谓的拿捏 在我后来中 去除掉身体特征 因为身体特征 是会被带进去的 可是如果是一些收入 那种主观特征 它是对号入座的 这就是所谓的拿捏 我觉得要讲到这部分 这个洞察点就在于说 我们能不能去了解到 别人看到这句 他会怎么想 他是觉得 居然这么直接讲到我 还是 这好像我 这是最大的差别 好 那当然 这个我们在今天的录影里面 针对负能量这个概念 提出了很多的讨论 那当然你们也有很多 自己的疑问 那我相信 玉生哥哥 他已经尽力了 很充分地去解答 你们的问题 那最后面 你送一些 你觉得他们高中生 要怎么样去看清 他们的生命跟 好的 在我觉得人生历程中 这两句话是 一生受用不尽 也都讲一生正的那样 就是 选择比努力重要 运气比实力重要 很多事情 出生下来就决定一切了 我们很难改变这些 因此 我们只能努力 让自己 拥有更多选择性 以期待 运气来临那天 我们有实力 能够抓住他 分享给你们大家 谢谢 作家私房推荐 今天 玉生他推荐了三本书 第一本书实际上是 你的这本书 告别负能量 没错 我推荐本书是因为 它象征着我们人 站上舞台之后 怎么下舞台这件事情 我觉得在你们未来历程中 一定有机会 每一个人都会一定有机会 不是只是长久的问题 都有机会 站到有人生的舞台 被所有人看到 可是 我们知道 我们上台那一刻 一定要知道自己 怎么下台 不要让自己是被推下台 而是你自己慢慢走下去 决定好自己的人生 就是人生要自己选择 所以这本书里面 由我这段时间 经历粉丝团的心路历程 现在看到 在未来的时候 你们站上舞台的时候 能够把它记在心里 好 那第二本呢 是一百岁的人生战略 为什么呢 一百岁的人生战略 这个是改变 改变我后半生 在人生规划中 很重要的一本书 你当你人生面对困难 包括面对到现在 你们觉得很重要 或是考试 怎样之类的困难点的时候 选择困难点的时候 你只要想想看 假设你活到一百岁 那你现在的选择 是什么样的意义 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这本书说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当很多人 你要活到一百岁的话 你可能七十岁 退休了 你还有三十年要活 三十年 你现在活到三十 都还没活到三十岁 但是你那时候 还有三十年要活 你要怎么规划你的人生 有时候我们觉得 早工作 二十岁早工作 三十岁结婚生子很重要 还有七十年 你的人生 绑在那个价值上面吗 你有可能六十岁 还遇到一个真爱 有可能七十岁才创业 有可能八十岁 还读一个硕士 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当你用这样思维 来看待人生的维度的时候 你会有全新不一样感受 所以越早了解到百岁人生 我觉得就越重要的 是 来 最后一本 这是超级的经典 对 超级经典 就是阿特拉斯所总监 阿特拉斯所总监 他在说一个 我觉得 他是像是用经济学的角度 跟工业的角度 来看待这个世界 就是最简单的 他再反驳一个点就是 能者多劳 就是今天你是一个 很有能力的 你就要肩负起社会的责任 这所有的东西都给你 可是当这些人 他不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这个世界就会变成这样 里面一个很经典的桥段 就是说 那个就是平庸的人 对那些基因说 你们怎么可以放弃我们呢 没有我们的平庸 哪显得出你们这么厉害呢 对 讲这句话 我就觉得超级屁话 然后反正就觉得 就是跑掉 然后就跑到一个 虽然是在桃园站那边活的 然后整个城市 没有人会用电 没有人会用火车 因为会的人就跑掉了 这个故事 它在我年轻的时候 都给我很大一个启示 在于说 这世界所有的能力 都不是与神俱来的 都是有人去认真的 包括你们一样 以后你们会变得很厉害 可是那些厉害 是你们自己去努力的 当有人要拿这个情绪 勒索你们的时候 不要理他们 不要理他们 你应该去选择自己的目标 而不是被困住的 不要被外在的框架 跟责任困住了 你自己的能力 那样给你们 那他书真的有点厚 而且是三大册 对 三大册 就是小说 对 所以就是你们 择一黄到极日再也不用 对 好 那当然在今天 无论是负能量 或是社群的文案写作 然后到阅读 那玉胜跟同学们 也有很多有趣的讨论 那今天非常感谢玉胜 来到现场 谢谢同学们 希望你们人生 从负能量的语录里面 可以得到正面的思考 跟想法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我想在年轻的时候 当时对自己的人生 充满了迷惘 那么遇到许多烦恼的时候 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那跟家长跟一些老师讲 实际上他们也不太能了解 直到有一天 我在图书馆里面 发现了迷彩 迷彩说 人的问题是独一无二的 因为你是独一无二的人 如果人家能够了解你 如果人家能够感同身受 实际上 那么你的问题 就变得非常的平庸 跟大家都一样 这句话 尼采他想要强调的是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而且人有能力去面对 跟解决自己的人生问题 这句话 当年给我很大的信心跟勇气 他紧接着又写了 他引用了卡莱尔 在《英雄与英雄崇拜》里面 这本书所讲的 人生下来就是要成就自己的伟大 所谓的伟大 并不是轰轰烈烈的事业 而是完成独一无二的自己 这是哲学家带给我们 人生有益的解答 实际上在这本书里面 人生问题的有益解答 伟大的思想家如何解决你的烦恼 这里面提出各式各样的方式 实际上我们所面对的人生问题 所有的人之前他们都面对过 没钱的时候怎么办 在团体里面被讨厌 我们应该如何 到底在社会里面 我们被排挤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自处 实际上这些事情 哲学家 思想家 艺术家 文学家 全部都想象得到 如果你的人生 正面临一些烦恼 或许这本书 肯定给你有一些有益的答案